过来 接中 比赛呢 内行人来看觉得两名选手可能防守比较弱 年轻运动员 但是对现场观众看得很过瘾 那是 都拼打起来往后看 经过回合间的调整之后 许中原他的这个左手提的比较高了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 通过中药条理重回男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房市时间短 勃起无力 硬度差 中途疲软 肾趋 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 574993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至根至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二十至四十分钟 武身壮阳 严实祝国 彻底告别 快难软然 记住微信 574993200 在第二回合 回合间休息的时候 不影响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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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稍稍等一下 昨天那个比赛里面 穆春翔也是在第六回合 眼角给打开 后面的回合也不影响他的比赛 那么这是FF新星天下 中国自卫博军联赛 下半区的这个比赛的循环淘汰赛 因为我们在上个月 已经到了这个上半区的循环淘汰赛了 我们今天晚上的比赛的赛制呢 是在下半区四位选手 两两对决之后 胜场最多的是能从这个赛区脱颖而出 而进行接下来的征程 是 我们这个今年这个新星天下FF这个比赛呢 总共是有五个级别 每一个级别是前八名进入 是打紧高赛的前八名进入这个比赛当中 而我们每一个级别当中 又分上半区跟下半区 每个区里头有四位选手 而且采用的是单行环的这种比赛 是每个选手都要见面 这要避免了偶然性 是 我们今天看到这就是下半区的比赛 而且这是今天 这蓝房选手是来自江苏的李鑫 红房选手来自山东的许忠元 蓝房选手李鑫呢 在之前第一回合有一个高扫击中对方 而且对方红房选手许忠元是被赌秒了一次 而我们今年这个FFC赢天下的竞赛规格 和我们所看到的其他的像武力和空中选拳这些自由攻击比赛 规则上有点区别 完全不一样 是 一个不允许接腿拽 再一个在强度里面是不进行扣点的 也就是说不进行扣分 而且西法是只能用一次 对这个接腿的动作是控制的比较严格 他如果判定就是由于选手接腿过多的话 直接会被扣分 双汉现在这个体能下降非常明确 这已经到了一个极点 我们说从身体现象较到极点现象 而且第二回合就出现极点 就拼得太狠了 拼得太凶了 对年轻选手 而且这种情况对于许忠元语言来说是更加严重的 许忠元感觉就有一点点站不稳了 然后李鑫的话 是场面上来说还稍微好一点 第二回合 到几时了 最后十秒 有一个后手拳塞进去 我们感到现在这个 许忠元的拳已经失了力量了 出的拳感觉有一点软软 不是平局的话 比其他的比赛要加上一个 而这个是第三回合谁赢 不算这个 就会是举手就不会出现加赛的情况 也是第三回合得比较先 纠正一等 觉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有一个后手迎击打的这个文化选手 许忠元是也是难以招架 他其实到第二回合